运渤 我可以 蓝看卖 我突然想听我今天还说我今天要洗头难 结果我忘了 那就是这样吧,不洗呗 大家好 慢点上烤 怎么不好看怎么办 没办吧 因为我前段时间直播那个位置吧 现在都是东西 都是箱子和杂物 我已经没法坐在那直播了 我就只能在这儿了 你看我床上我床墙上这些照片全摘了 没有了 这个床非常的干净 后头的大夫们也没有 全都收了 大家都收了收起来 他们进炸袋进香了 没有了 卡吗 不会卡吧 大家有什么对我好奇的事情吗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你这儿放新闻可不吗 新闻联播没结束呢 不就放新闻 我肚子怎么那么大 今天晚上我们家吃饭可好吃 今天 现在已经不需要纯牌套了 我这边快喇字 那我应该把新闻联想起来 过两天降奔 胳膊痒痒 喝奶茶了 我今天喝了鲜鱼鲜的一个奶茶 一个礼拜不喝饮料 很好做到 什么算饮料 咖啡算饮料吗 咖啡算饮料吗 茶算饮料吗 因为我想给你们听我最近发现的 好听的歌 我今天走了几步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走几步 反正我收拾完衣服是500多步 没糖就不算饮料 可以 对呀我开了胖脸特效 那是我上午走了500多步 下午我就没带手机 我一直坐在那整理我的东西 我最近整东西发现了好多好玩的东西 很好玩的 发现我幼儿园的幼儿园的毕业照 我的我们荔枝班的毕业照 你们幼儿园都是哪个班的 还班出来就是各种毕业照 毕业照都收起来了 谁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全都铺开 然后等着过两天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 那我收拾东西的意义是在哪呢 请问 大家 诶真的有钱 我在一个包里发现了20块 但是我都拍下来了 可能之后vlog里会剪 之后再说吧 现在想看过段时间你就忘了这件事了 人都是这样 对 就等于减了20 现在我们家全都是各种纸箱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挪到一个地方 不是都挪到了 我们家 反正都团到一起 当然不处理厨房 还是住家里 我们家只装修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是我们住的地方 那三分之一不装修 我现在白天也不是烂家了 我现在白天七点醒 正好可以跟工人们说早安 你看 这全都不要了 这些全都不要了 你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 不找仓库 就全都堆在我们三个要住的地方 做监工 但是我们三个就是我们 要住的那边是朝北的房间 就没有阳光普照的感觉 就是我现在我的房间是朝南的 我们要装修这一部分都是朝南的 这一部分 然后我就再也看不到阳光了 然后我就再也看不到阳光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看了阳光 然后看对面幼儿园 上学了 上幼儿园 装到就是 来暖气之前 就能装完 10月吧 10月前 在暖气试水之前就能装好 对 因为先要拆成毛坯房 然后再装 所有都要重新装 然后还要打通 打通打门洞 打通 就相当于我到时候会住自己一个新家 你们家对面学校被征认成隔离点 天哪 我好舍不得有新房间 能做饭啊 我们家厨房就是在我们要住的那 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房间很老了 这个我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 我出生之前 他就是这样装修的 然后这些柜子 跟你们说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这些柜子 就是都特别的古老 怎么的古老法呢 我给你看一下 看看那边有什么不能看的东西 你先看一下 哎 不对 哦对 你们看 就是这个柜子 就是这个柜子已经很古老了 就很老的柜子 你看这个门也是 你看到吗 看得到吧应该 嗯 然后这个必处也是 这个必处 这个必处 也很老 我们要把这个这个打一下 给它扩一下 都是八九十年代装的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比较新的是我小学的时候用的 梦想改作加没错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在你奶奶家这样 对啊就是爷爷奶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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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的柜子 我们家有四个一样的这个柜子 然后呢 有很多老老旧柜子 然后床 然后我们就打算把这些东西卖了 挂咸鱼 这样这个柜子不是很老了吗 这么看其实也还行 就很适合人世间这部电视剧 这个柜子就很适合放在那儿 然后我爸就挂咸鱼 然后那天有一个人来问 就说这个柜子 什么来着 然后我爸就跟他说 为什么要这个柜子还是什么 那个人就说他也不是想要 他就是怀旧 他就是说弄了好多老北京的书 想怀旧一下 就想淘个旧柜子 要淘个之前的老柜子 然后我爸就 热了 我穿的不是新衣服 我穿的这衣服好几年了 而且我们整整理的时候 我们那天整理那个 有一个房间有好多书 都是特别旧的书 那天不是整书吗 收出一个古书你知道吗 然后差点就被拉走了 那个书 然后我爸突然眼间发现 把那个书救下来 就古书 就是古书 晚上去 晚上他 我爸去摆渡 真摆渡 所以真是个古书 哇塞 就特别古 就是古书 就是失去了这个书之后 就会懊悔的那种 就是藏在那个里面 我爸摆读出来说那个书是晚清的书 就是他就是这边旁边都是线 然后那个书皮都已经这样 然后里面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爸摆渡了 但是里面的字我不是很认得 然后有好多宝物 还找出了那个一个留声机 但是不是没有大喇叭的那种是开盖的 但是坏了 我爸说修一下 我说之后以后放到我屋去 可以听 买那个 然后还要 然后还找出什么来着 忘了 对黑椒 黑椒上面还可不可以了呢 我在想今天要不要洗头 还是明天再洗 对呀 唱片鸡也贵 明天明天得出门 可是我后天可能也要出门 没想好 我今天上午就运动了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 上午运动吧 中午下午晚上吃完 就像没有运动一样 可是我觉得上午运动效率高一点 下午我有时候就不想运动了 我吃完饭我就想躺着 吃完饭我就想躺着 我都已经好久没出门上次出门是上周五 晚上更不想运动了 晚上爸妈都回来就该看电视了 看下特战荣耀 看下特战荣耀 特战荣耀好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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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吗 不是军人吗 武警吗 不是武警吗 好酷吗 空腹不宜运动 吃饱也不宜运动 所以我每天上午运动 我之前就上午运动 然后后来我觉得下午时间更充裕一点 因为上午运动完 马上就要吃午饭 下午要有好长时间 但是我下午吧 又特别的懒惰 我就不想运动 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午运动加好 我前两天给虎大夫找出来一个帽子 找出个帽子戴 我们等下午才午餐 又睡了 嗯 太可爱了 真的 不用了 对呀,就是给那个,我大夫真就是没棉花,你看 玩多了就没棉花了,星星也没棉花 这中间都是空的 所以每次都要把肚子上的棉花给弄干,弄弄弄弄弄 把棉花弄起来就能直弄起来 古大夫还跟了我四年,就这样 有那种玩具店可以给玩具塞棉花 但是前提是你得买他们家玩具 可是我不想买他们家玩具 别让我自己弄,我自己可弄不了 大家还有什么对我好奇的吗 大家还有什么对我好奇的吗 补玩具的 不能让虎大夫把虎大夫寄走 他会害怕的一个人 他不能离开我,我每天晚上都要跟他睡 小叔叔想我了,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希望他能买到,能吃到他想吃的米线 我没看公演 没看公演 我去刷微博的时候看了几个cut 我就是刷微博的时候刷到 刷呂一那个最佳拍档 他穿那件上衣,他已经穿了八十次 他已经穿了八十次那件衣服 我给他截图说你已经是第八十次穿这个衣服 你为什么还要穿这件衣服 我看见他 因为我看见每一个舞台我都好奇 先点进去看一眼 拉一拉进度铁,然后关掉 然后我一点进去发现他穿的还是那件衣服 我真是 我屋,我屋有两箱牛奶 上次宋先生拿走一瓶一箱 我跟我朋友说,我朋友说他肯定还会拿走另一箱 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心想的是最好不要 结果他果然来拿 那怎么办呢 我妈说都这个时候了 你得帮助人家呀 然后我就说行吧 我说行吧,那我就大放一次 然后他把我火鸡面那个奶油口味的 年糕拿走了 我特地,我舍不得吃放在那 我最后几天我吃 那个,我本来想吃马克定食的时候吃 我不是还跟你讲吗 我就特地舍不得吃我就放在那 而且是从韩国转运过来的 我可不敢从韩国转运过来东西了 我都放了好久了,我就舍不得吃那个 我就特地,我等着以后买意大利面做马克定食 然后,有别人替我吃了 反正我还没吃过呢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味儿 但我知道很好吃 因为我吃过那个火鸡面奶油味的宽粉 很好吃,肯定很好吃 我一定要在网上 肯定,中国肯定有 不用从国外转运过来 然后,正好让他帮我清理一下冰箱 他还问我有没有咖啡 他把我那个咖啡也拿走 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可以团购咖啡 可以团购酸奶 但是,我已经给他了 那个咖啡喝起来还挺苦的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房间已经没有咖啡,没有牛奶 然后,冰箱里面有大香乌龙茶 也是我之前团的 然后,我让他把我冰箱里头剩的菜给扔了 然后,我让他帮我叠一下被子 他把我被子掀开 他说帮我晾一晾 然后,他给我拍了个视频 他抱揍了我床头的布鲁托 然后,他把我床头的电源给关了 没了 对,其实这个时期吧,拿走就拿走了 我也不能那么小气 我也不能,对吧 背地里小气一下也可以 上了台面还是不能太小气的 毕竟还要生活 对吧 对啊,低体面 在大家面前也不能太小气 都这个时候了 就,背后吐槽一下就可以了 该帮助人家的还是要帮助一下 我想跟上海朋友寄东西 对,布鲁托是米老鼠的狗 谢谢宋西兰的iPad 谢谢宋西兰的iPad 会收到宋西兰送我的什么昂贵的礼物呢 一个新的iPad 而且我那个特伦素可好喝了 好像是低脂的还是什么呢 可好喝了 他肯定特别爱喝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伦素 谢谢宋西兰一半的总选票 稳了 不过去继续 我也想给大家寄吃的 可是寄不过去 我就凑合吃吧 大家还有什么对我好奇的吗 出这个我就兴奋了 怎么入坑的 就是我一句话就能说吧 就是出道前不是有100天宣传吗 他发的第一个公开第一个成员是开 我就开始看了 结束了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看下去了 该怎么入坑 你就看 看一下金钟人跳舞 你就可以入坑了 还有什么该怎么入坑的呢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每天几点睡早上起 我也不知道 我前几天都十一点半睡的 然后昨天好像是十点半多一点 快十一点睡 我就已经 我今天七点半醒了 对你就去看他的 诶等一下 诶等一下 我回来了 我突然收到了票误给我发的那个 有live的预告 我要巡演 我以为他开票了 结果点击去看一下 15号才开票 今天几号 今天13号 看原来看外界的 那不是一路人啊兄弟 但是它是5月5月7号 我看一下几号 5月7号 5月7号 5月7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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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久远了吧 救了命啊 这太久远了吧 5月7号 都不知道我这在哪 那我也好先买票 再转票 下个月 下个月了对啊 还会再 这也太惨了吧 那我就只能放心的抢票了 大家 大家 等一下 大家4月15号的时候 可以提醒我一下吗 13点要抢票 大家 谢谢大家 有什么好处吗 我也可以自己上闹钟 大家 只是想让你们人为心善一下 学学我吧 好吗 学学我好吗 是5号不会有人要上班吧 不会吧 我们要当个自私的人 没错 大家没错 1点还在睡觉 猪1点睡觉 不是要1点提醒 要12点 我就要提醒了 知道吗 我还没有去过 没有在北京看过Live 我不懂规矩 很害怕 十分的害怕 今天是4月13号 大家 我真的不知道 知道没有 你知道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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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稍稍微博等一下 我要去看一下关于 哇 他这个周边啊 他做的是这样子 作为VIP 你将拥有我人生中 第一个挂卡人偶 我们也来一个 我看看这怎么搞 这什么 看看 他设计一个自己的 自己的人物形象 如果我得到的这个挂卡人物 我会好好研究一下 这怎么做的 5月7号是工作日 5月7号要上班 我出周边 我去年出了那么多周边了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是新来的 你不知道 到时候 我给你亲口问一下 他这个在哪做的 可以把场子告诉 好酷 好嗎 啊 好 挂砍人哦 今天几号来着哦今天13号 吃饭了吗吃饭了我今天晚上用空气炸锅做了雷胶皮蛋巨好吃无比 你没有空气炸锅的可以试试还挺下饭特别好吃 就是你放三个尖椒然后空气炸锅200度吧200度五分钟 然后再翻个面再再烤五分钟拿出来 然后跟皮蛋一起给它剁碎了然后没有尖椒 不不不然后就然后把皮蛋放进去然后给它剁碎了 然后两勺生抽两勺生抽两勺醋半勺蚝油然后一点糖一点盐 切点蒜末放进去然后和在一起巨好吃无比 不吃皮蛋 谁不吃皮蛋 不用炒啊和洋青青不吃皮蛋 对为什么不吃皮蛋 尖椒用空气炸锅就行 200度正面五分钟拿出来翻个面再五分钟 然后就可以跟皮蛋直接直接弄在一起 给它剁碎了半碎了之后弄上汤汁就可以吃了 姜汁皮蛋我觉得皮蛋很好吃 我喝皮蛋瘦肉粥我先把皮蛋挑出来吃了 我觉得皮蛋好吃 挑食啦挑食啦不好啊不好 对呀皮蛋凉拌好吃 我这个雷胶皮蛋我也没让皮蛋变热吧 我也是把皮蛋包了之后直接进去剁碎的 皮蛋豆腐皮蛋瘦肉粥都好吃 好吃好吃 可好吃 然后我今天还在小红书上看见那个波罗五花肉的菜谱 我准备明天 明天我们下午要去一个家装公司 要签个小合同 然后呢回来之后我妈说给我卖掉五花肉 然后我晚上做菠萝五花肉 还有手抓饼裹香肠 很好吃呢 肯定很好吃 菠萝骨老肉 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吃菜里面有菠萝 但是我还打算试一试 不知道 实在不行把菠萝洗一洗 把菠萝洗一洗然后吃呗 菠萝炒饭菠萝 但是我也一般菜里面有菠萝我也一般 但是我想大展身手一下 菠萝炒饭菠萝 里面放菠萝 空气炸锅可好用了在家 菠萝炒菠萝 对啊拿菠萝当碗 泰国餐厅 但空气炸锅没 哎呀那可惜了 你只能那你当吃菠萝五花肉 也得要吃的 想吃泰国菜去吃啊 现在每天想去泰国 那我是没办法跟你说想去吧 我没法跟你说 你去泰国也想去啊怎么办吧怎么办 上次去泰国还是上次 还被骗了我跟你们讲过 我还被骗了生气 忙碌没时间吃你现在在加班吗 不会吧 泰国 泰国街边的小推车都是好吃的 今天去海边海边好呀 没去过以后去 便宜干净又卫生没错 泰式绿茶是什么奶茶的那个吗 我觉得泰式奶茶巨天 海边太阳大风大 我觉得都还算正常 便宜好吃 但是拉肚子要就行 出去玩 必须要带感冒药 退烧药 拉肚子药啊 创可贴啊 之类的东西 必须得带 漂亮的夕阳 那挺值得的 塑料袋装那个奶茶 我觉得那个太甜了 甜不垃圾的泰式奶茶 好喝 好喝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它好喝 在当地要点买药 那你觉得是从国内带过去的你吃着靠谱 还是去当地要点买药吃着靠谱 对 药膏管用 哪的药都有管用的吧 什么药膏 给我 告诉我 让我也听一听 青草膏 怎么那么耳熟啊 怎么没青草膏谱啊 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去门水加青草膏蚊子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咬我 能去门呢 是吧 脚被烫伤了集中想生智想起我的青草膏 我最近收藏了好多泰文歌 就是我小红书首页总给我推送 然后看了好多泰国留学vlog 然后看了好多泰国留学vlog 阿麻说什么东都能抹 你家用凡客 我家没有凡客 哪个设计师好用的 装修 没弄好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装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装呢 没出去玩 我就每天都在收拾我的东西 收拾我 别看这家 看起来很很没什么东西 一收屋里头全都是东西 那你想造墙你也不是能造就造的 那你说这墙要是承重墙 你造楼塌了怎么办吧 怎么办吧 算谁的怎么办吧 再见到我了 明天我就要出去了 又要出门了 我都好久没出去玩了 就是没有出去玩 你知道吗 就是出去玩 逛商场 除了上次去环球影城 我就没出去玩过 然后前几天跟瓜吃了一顿烤肉 没了 对不算主要回家 什么是18周年 十周年 我对我跟瓜子去吃 烤肉自助 真棒 真棒 这样直播看着我像脖子前倾 要这样 很难看 还是离近点 我每天都在运动呢 摸一摸瘦了没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大家对我还有什么好奇的吗 哎呀 胳膊酸死了 我最近跟着一个黑人小哥做运动 就是做比较基础的一些运动 有氧 然后 然后 它这个有氧就是 半个小时 29分钟的 就是它一直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它就一直这样 哎呦我内的 我这胳膊两边去酸无比 回中心去想干什么 我没有很想回中心 所以我并没有最想干的事情 基础也挺对 但是简单 我觉得我很讨厌那种 蹲起波比跳那种 我要等能买 能囤东西了 我再回去 不然我乌啥没有 我每天在家干嘛 我每天在家收拾家 收拾家 我今天也收拾家 我家还有好多东西 这些柜子什么的 卖出去人家还没拉 没来拉呢 然后我坐的 我现在这张床 昨天晚上挂咸鱼了 卖了 要卖了 如果我这张床也卖出去了 我有点去 那个我爸房间睡了 有人买 就是以前 就有一个小破床 就在那边 很久很破 很久很破 小破床 50块 挂50块 卖掉 有人买 刚刚人家来拉了 我爸刚才拆床 人家叫一祸拉拉 把床拉走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跟我妈睡 我爸那个 那边那张床 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那种 那种老人睡的床 就是那个带轮的 带轮的可以直起来 然后下面还有 还能上厕所 那个床 躺在床上可以上厕所 然后那个直起来 还能摇起来 还能摇起来 然后推那个床 我爸就睡你张床 没有沙发 我们家没有沙发 沙发卖了 挂钱鱼了 还没有人买 就是我们家没有客厅 我们家没有客厅 所以我们家装修 想要扩出一个客厅来 所以要 动墙 我们家没有客厅 我们我们肯定是都在自己 自己房间里躺在床上 肯定是 然后我妈就说我不在的时候 他就睡那张小床 我爸睡那个大床 我在的话我就 卖你 怎么卖你 你找人来拉吗 我们家卖了好多东西 因为以前的那个房子就是没有 也有客厅 就是没有我们家没有一个大的客厅 没家具有家具啊 我坐在床上呢 怎么没家具 不知道闲鱼上升级是真的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你就觉得是真的 多年前我的水桌升起 不知道 那肯定是真的呀 为什么 我的升级还能有假 那不也不不 没必要吧 没必要吧 肯定是真的呀 对呀 没人配得心思搞假升级 而且还是七天一的 没必要吧 给你随便洗张照片 你们说墙上刷什么颜色七号 我特别纠结 没有研究过这方面 就是我想我卧室 就是我看很火的那绿色就算 就是很火那几个颜色什么可可蛋奶 奶咖 还有杏子灰 我也不知道该刷什么样的七了 可可蛋奶 我不想要大白墙的那种 看了好多那个乳胶漆 看一眼 不会呀 我看大白墙挺好的 虽然都黑了 性子灰 设计师设计 他设计万一我不喜欢呢 能不能给我设计的温馨一点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美式风格 我已经不想弄美式风格 就是我想在简约之上 加一点美式复古的风格就可以了 就是整个房间弄美式复古 我会觉得我房间太凌乱 我喜欢啥啥呀 我喜欢就是奶咖 可可蛋奶 不是说了吗 这三个颜色性子灰 可可蛋奶 奶咖 然后灯也是 很有讲究 是三千五四千 我看了很多人的room tour 然后就看他们那个灯光 不知道 然后地砖 客厅地砖瓷砖 我爸说你你找找你觉得哪个瓷砖好 我跟他说这个怎么样 他说太太白了吧 要不再深点 我说这个呢 他说太灰了吧 要不再浅点 三千五四千是那个灯灯灯的 那叫什么什么瓦 什么树 瓦树对 不要掉灯 掉灯不好清理 就是亮度 哎就是我vlog里面有就是那个 差点把这个弄 就是 我看一下 我给你们找一下 大家快去看我的vlog 谁还没看 你完了 完蛋 我给你们找一下 你叫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哎怎么没有了 我没放进去吗 你没放进去 啊 这个 这是不一样的灯光 白光黄光 然后三千k 这个是 哎呦 这个是三千k的 日出日落 然后这个是 哎这也是三千k的 日出日落 哦 三千k 然后三千五百k 日出后 日落前 四千 四千五百k 是清晨的阳光 五千五 下午的阳光 六千五 正午的阳光 所以 我就是做功课 我看 看三千五或者是四千 没有四千 怎么没四千 就是这个和这个 比较好一点 不知道 反正这也不是我决定的 我只是提前做一下功课而已 现在两人在看我的Vlog 是哪位朋友跟我一起呢 对啊脖子上被蚊子咬了 首先排除你 没错 那不一定 万一是你帮我决定呢 试衣服必须最亮 晚上可以 什么叫 什么叫试衣服 是你 是你 在看的人还在看直播吗 不知道啊 现在四个人在看了 嗨 我也不知道 我不刷抖音 你在家还能玩树毒 太厉害了 我现在只能在Vlog里看我家以前长什么样 我家电视下的那个柜子也挪走了 然后这儿的一个架子也挪走了 这个桌上一片狼藉 给你们看个好玩的 昨天从壁橱里翻出来 这好像是个音箱之类的东西 很久之前就有 好像是我妈还在香港那段时间 她就拿回来 就一直放在香港那边的那个宿舍里头 太好玩了 好玩吗 好玩吗大家 哈人 好玩吗 成年人还是小孩 当然是成年人了 看不出来吗 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头发 是你吗 是你 size是小孩 对 那你说哪个size是成年呢 1比1的那种 我没看男主 速度 九宫格里 一到九 哎呀 玩不了速度 嗯 装修 装修 上次装修还是在上次 上次只装修了就是我之前在在那直播那块地方 没见到虎大夫 没见到虎大夫 你们应援会里有一个成年速度告诉是你们云南应援会吗 一定是这样的吧 以为会是那个熊 哪有熊啊 威尼 我知道你负责是昆明市城贡区 好的 我下去了 距离那么紧 你能保证自己全身 玩具放床套柜昨天晚上拿出来的 不吓人啊 之前一直放在很明显的地方 就是我小的时候 哎呦舍不得这个房间 这个夏天我将不能住在潮南的房间里 哦 请我等我一下 所以我只能听你的 一只Vlog我都已经记录了 我不知道我家房多高 我已经拍了每一个房间以前的样子 然后等我家装就好 探电视频 我现在也没有出去探电 好久没出去探过电 所以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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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去年的庫存 还有 这不是宿舍 这是我家里的房间 去年7月份的庫存还没剪出来 正好我最近也没怎么拍 我拍的都是我收拾房间的 我最近没看什么视频 我最近没看那剧 我天天看B站刷B站上头的Vlog 追剧我想象 追了那个流行花园完结了 跟完了 然后 没了 没追了 今宵大厦2 开始播了 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看 没了 没了 我之前看的叫什么来着 科夫岛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棒 我B站的名字没有意义 德雷尔一家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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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第一季 没看了 那个是我比较空闲的时候看的 然后就开始各种收拾家 那个什么了 我就没看 动画片是那个什么 一个英剧 就是一家英国人 然后去到科夫岛 上生活的一个故事 晚上好 老仙 想去海岛了 好呀 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能野外生存 就是非常治愈的一个电视剧 老仙干嘛呢 你是哪儿的呀 柯南 新的那个柯南吗 没看 想吃牛橘 我80年没吃过牛橘了 但是牛橘的公众号还会不停的给我推送 说给我送优惠券 那我也倒是能吃呀 你是北京的 那我在看见日呢 你还没看有空去瞅一眼 别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你在看这些东西 你没吃过 那你真是不懂 没有福气 太好吃了 牛橘是海南那边 有牛橘烤肉 什么东西 一个综艺节目 什么东西 8点37了 我报到45吧 10点37了 该睡觉了 我想起我以前跟我的同学聊天 他们在外头流血 就是跟我有时差 就是每天早上很早给我发微信 然后每天晚上很早就不回我微信 确实很难聊 确实 我最近还经常看那个 现在一张机票10万一张 我今天也看也有人说 我那天刷朋友圈是怎么样的呢 我有一个同学的同学 从国外回来 然后就非常的就是 就是他回国的经历啊 我找一下 都能接着吧 都能接着吧 完了找不着了 就是怎么着呢 就是他好像是去年去年4月份买的一个机票 然后然后要回来 然后做做做做什么东西 和核酸 然后那个呈现好像是阳性还是什么的 但是呢然后他就回不来了嘛 回不来了之后他后面又做了一次 后做一次是阴了 阴性了之后呢 呃那边那边告诉他说 你要痊愈之后六个月之后 你才能再回来 然后他就没办法他就等了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呢 那不行我一定要找到 我真是记不住 反正就是很坎坷 为什么他朋友圈突然没了呀 变成14年的了 我想想啊 六个月 然后他就 我记得是谁 不行我要手机看一下 不行我要手机看一下 不行我真的很不甘心 我一定要找到 然后我也讲不出个然后所以然来 他可能删了吧 他可能删了吧 我也去 对然后反正他就讲 等了六个月回来 然后 然后 航班又取消了 然后 他又做核酸 花了两百刀 两百刀做好几次核酸和X光 就是各种两百刀 两百刀加两百刀 然后后来到他推到另外一个国家 要回国 那个国家并没有要等六个月才能回国的那个政策 然后反正就是他最后终于就是昨天吧 终于回来了 不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我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要给人故意弄成阳性 为什么 六个月 就是得等六个月 六个月 我突然开始刷起了朋友圈 我突然开始刷起了朋友圈 他做好多次呢 把头发剪了 剪啊 对啊剪啊 你问他 问我干啥 又不是剪我头发 没有了 我突然干吗 对我很少 得了 我又有个手 我突然可以 聽我說謝謝你 因為有你 溫暖了四季 沒跳這個 四十五了 我跟下播了 不知道我明天會不會直播呢 對呀下播了 我決定我明天可以上午運動完洗澡 下午就可以出門了 說的對 再見 再見大家 再見